一块钱的青蛙与一百亿的青蛙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块钱的青蛙 经过小量仔的情形 这只青蛙身价翻倍 应该可以卖到十块了 我的天哪 这是一百块的青蛙 巨星王子青蛙 来自于电影《青蛙公主》 对对对 就是亲一口就会变成王子的那种 这次有机子的小笨蛋说了 超纳能不能整点狠货 这些青蛙都太弱了 没问题上菜 这是一千万的青蛙 和服饰变异牛蛙 来自于电影《爱与怪物》 这只青蛙喝了日本合飞水 直接变异成了巨型奈匹牛蛙 头上长了五只眼睛 体重2.5吨 长手都可以捕过十笔开外的猎物 缺点就是行动不过于笨拙 迟早会被饿死 这是一个亿的青蛙 妖怪变异蛙 来自于电影《连仓物举》 这只蛙八长的六条腿 行动非常迅速 而且性格霸躁 见人就追 见人就咬 你以为坐上了火车就安全了 够了够 这只青蛙嘴里还能喷出 变异仇群 继续追杀 不达目的 是不法修 这是十个亿的青蛙 超级巨蛙 来自于电影《大神2》 在大西洋神秘的巨神岛里 所有的生物都巨大化了 当然也包括这只超级巨蛙 一身飞镖 体重35吨 他这个大小头 一口一个小朋友 并且全身奔兵带腐蚀性毒烟 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 这是一百亿的青蛙 来自于《沙海经》一兽 叫做《毕约》 是一种奇特的《华乐》一兽 此一兽通人烟 最恐怖的神还会反术 并且此一兽经过千年修行 甚至可能得到成仙 就很离谱 感谢小半点准备做 朝我们视频下七个月串